严亚伦这天届台北出席活动 为品牌开幕代言 而他最近还进军饮食业 虽然他也都意识到了时间管理的重要 不过接下来他又有新动作了 我觉得最近这个环境的关系 让大家都体验到生活的压力 那与其就是做一些 并不是自己真的所爱的事情 还不如真的找一些自己喜欢 然后有感觉的东西来参与这样 比方说自己也开启了一些斜杠人生 虽然我没有当网红 但是也做了干拌面的这个老板 然后也主持 也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领域 所以这个时间管理是必然要管理好 我现在最缺乏的就是睡眠 我希望把自己从凌晨三四点 就是可以提早到一两点 这是我最大的劲 有什么要这么玩的事 一方面是有很多事情在想 然后一方面是要看莓果 因为它四点就修盘了 亚伦有份主持的网络节目大受好评 不少观众都期待他之后再接主持工作 但看来大家可能要失望了 我觉得目前还是戏的腰位比较多 对 因为上半年有这些事情 都在谈谈当中的 嗯 你现在有什么是培养出信事了吗 你说主持啊 主持就很好玩啦 然后因为跟这两位也都是好相处的搭档 然后我觉得我今年做的信仰通常都很创新 让吸引更多不同面向的客人或是观众来接近自己 那我自己真的从来没有接触过主持 我就想去试试看自己的胆量 或是试试看自己的口条之类 8月8号就是台湾的父亲节 亚伦布置在活动上为爸爸订制礼物 还亲手写感谢卡以致孝心 曾经和爸爸父子关系紧张的亚伦 就透露目前和爸爸的关系进展 还说对爸爸的退休有所感慨 我觉得我跟我爸因为长大之后 真的了解他工作的兴趣 我反而比较能够体谅他的种种一切 所以我现在跟他的沟通算是八十几分吧 我还蛮喜欢跟爸爸有时候问候一下 对啊 尤其是自己搬出去住之后 发现那个更珍惜每一次相处跟对话的时间 所以节日都会一起过 然后父亲绝对一起过 因为说真的你看到父母他们那么辛苦养育自己 然后看到他们白头发或是真的 哇塞我才前几天意识到他退休这件事情 会有一点感触 所以会尽可能尽可能在每一个明目 就是有明目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聚在一起 然后每次聚在一起我都会邀请我很多好朋友一起 那他们的爸爸妈妈的生日我也会都出息这样子 就是让长辈们感受到 你们不用担心我有这些好朋友 一方面也让他们感受到很多人气这样子 感谢您的观看